那時一百元一套衣服 你可能要你差不多一個月糧 我最喜歡跟同學做衣服 或者一些廣告、舞台的衣服 因為每件衣服都不同的 有它的特色 做到它,客人會滿意 自己又開心 年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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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寒貝一穿衣服就吊尾 如果吊尾就這樣 如果這裏不夠 這裏要裁高給它 這裏要裁高 拔下來就不用吊 有些它是高低薄 你做正常它就行 因為我們不知道人家的構造 或者它這裏大一點 雖然它薄斜一點 它就補回它的位置 試完之後就把它拆掉 像這些再畫過這些灰 要我們改樣 改完之後就要剪裏 這些是裏袋的 這塊薄斜 好看是靠這個撐起來的 後面沒有的 是前幅 就是這裏 就是這裏 你看得到的位置 就是一幅這裏 一幅角黏在整裏 整裏的效果 調整裏 然後再反邊 做了這幅 整個前幅 整個前幅 整個前幅做起來了 整件衣服 大部分都是手做的 你看到車的 是那些骨 你看得到的 車的就是車的邊 做了面 才做得入 你下午未做之前 整個前幅都弄著 功夫在裏面做 做起來了 然後才把線拆出來 做這行 主要都是 上海和廣東式網種 大家做法都不同 港就說要下三年 如果上海式一定五年 所以為何外面說 上海師傅做衣服比較雜實 因為他跟底下 做足功夫 他是幼細一點 他始終都是用針紙 是比較好 廣東不是 但你便宜一點 始終以快為甚麼 因為那個年代 最重要是起到貨 上海式的 就很照顧 那些徒弟 即是分門派 師傅一直跟著我 一條紅梨 由頭到尾梨 都關掉了 後第二代 他不會做這行 廣東不是 多數都不會跟蹤他三年 做得好 他自己走 師傅就不理你了 很多都是以待 即是家父做落 跟著上 這個就是頂針 正常那些是圓 在這個位置落 要五晚走 這個不是 起手就快 因為各個手型不同 就是自己的廣東師傅 在想出來的 側的就是有力一點 跟著我四十六年 沒有失過 都是這個 三十年沒有人學 有的不多 很少很少 第二代真的沒有甚麼 是有興趣做的 一定是做到不做 為止 我是九歲 開始在荔枝角度 與羊服 學士 滿了五年 出來自己做 之後 羊服 他們轉型回大陸 做 我們要生活 轉做時裝 我做的種類很多 有針織 有晚莊 有中性 我們每樣都玩 好像做動物的衣服 因為我都很想做不同類型的東西 做一些新的東西 那些同學拿圖來 看款式是怎樣 要同學拿布料來 看他選得對不對 如果布料對 就告訴他 他的衣服是用多少碼料 那你就要看款式 來做紙樣 你要清楚知道部位 你才拿得準紙樣 所以就要在公仔 打線 來學立體 分清楚 前中線 後中線 腰線 坐圍線 肚子位 等於切割 有些做廣告 需要做頭 做帽子 要買頭樣 接著要做試樣 因為他通常圖不清楚 當面問他 他說 這裡是這樣 那裡不是這樣 有問題是 試樣不要緊 但是真樣做得不對 我們就哭了 一定是要有經驗 別人是給你一個圖 你就要做到他的衣服 用什麼物料 和技巧怎麼做 自己就要去想 衣車 雜骨車 剪刀 剪刀 劏斗 這些是必要的 紙 尺 這些當然要 特別考功夫 是高薄 例如天鵝咒 要試樣 要做到他的營 之後 做了一隻咒 他又說在這裡 要做天鵝咀 那你就要去想 用什麼可以做 做這行的人 就不多 有很多我們忍者 因為我們沒有人知道 我們存在 因為這行都是說 口碑 要懂得找 有人介紹 這樣才會找到 才會找到 雜鵝咀 雜鵝咀 雜鵝咀